大家好欢迎收看娱乐早知道,如果觉得我们的视频做得还不错,请订阅我们的频道。 由张新成和吴倩主演的冰糖顿雪梨正在热播,讲述的是李宇斌和唐雪,这对青梅竹马在大学里相爱相杀并共赴梦想的故事。 李宇斌小时候经常被唐雪欺负,为了报仇,两人在大学重遇后,他把唐雪坑进了冰球俱乐部,变着法子作弄唐雪。 唐雪受不住李宇斌的折磨,为了能顺利辞职,拿着预言借给他的四万块赔了违约金。 从此不再当李宇斌的助理,也放下狠话发誓,不再与他有任何瓜葛。 李宇斌其实没想过要唐雪赔付违约金,那只是一个借口,他只是想唐雪留在俱乐部,留在自己身边。 李宇斌在宿舍门口堵住了唐雪,只意把四万块钱还给了他,并邀请他观看自己的冰球比赛。 这时候的李宇斌已经开始喜欢唐雪了,他不希望与唐雪的关系变得僵硬,他要扭转自己在唐雪心中的形象。 在最新的预告里,李宇斌特意问马金里要两张五大进演讲的门票,本想着跟唐雪两人一起去观看,可是最后两张,却被预言抢先一步拿走了。 李宇斌只好从黄牛那里买了两张票,在打算给唐雪送一张的时候,他在远处看到了预言。 这小子还是比他抢先一步,邀请唐雪去看演讲。 看到唐雪拿着票开心的样子,李宇斌心里很不是滋味。 没办法,谁叫李宇斌做什么都比预言晚一步呢,这期之路还得加把劲啊。 然而到了去听演讲那天,预言没等到唐雪,却等来了李宇斌,他以为李宇斌是过来捣乱的,于是把李宇斌拉了出去,一眼严肃地向他坦白自己喜欢唐雪,并表示只接受光明正大地去竞争,而不是背后里搞小动作,暗示李宇斌不要再做一些故意破坏他与唐雪关系的事。 李宇斌看到预言这么坦诚也很是震惊,他觉得唐雪只是把预言当成小孩子而已,让预言放弃这份感情。 但是预言很坚定地表示无论结果如何,都会全力以赴去俘获芳心。 预言对唐雪执念太深,李宇斌终于急了,接下来的剧情他将不再坐以待毙了,而是主动出击,不然媳妇儿都要快被拐走了。 这期的视频就讲到这里,喜欢我们的视频的话,请点击订阅。 谢谢大家的观看,我们下次再会。